你看 一路上就這麼多驚悚 而且吃飯的時候 還是便利商店 絕對不會吃壞肚子 那音樂就沒這一段 一巴掌打下去 你眼鏡都歪了 是 對啊 不要打下去 好 娃娃 我保護你 你當中表白了 我的天啊 就你們兩個了啦 好不好 對啊 對啊 不錯 對 這就是 這就是這個世界美好的機會 對 一個願打一個願打一個 永遠有人會把娃娃接走 對不對 OK 所以其實娃娃也恭喜你的提案 有一票 有 有兩票是不是 兩票 恭喜 謝謝 謝謝 好 接下來尷尬女王小波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 不尷尬之浪漫之旅 不尷尬之浪漫之旅 首先我們就先約在捷運站 然後我們就一點到三點 去光木炸動物園 在動物園裡面 有三個可愛的動物區 是一定要去看的 就是 熊貓 還有企鵝 還有 五尾熊 那為什麼會選這三個地方呢 是因為他們周邊有很多 周邊商品 就很可愛 有那種熊貓的 帽子 就是你可以給男生戴起來 然後就覺得很好玩 然後拍張照 之後還有更特別的地方就是 他們有那個夜行動物館 就是 因為它裡面 他們有一個夜店 他們裡面 不是 什麼東西 有沒有就像 有 出去還要耐張好不好 晚上出來嗨的啦 那晚上才出來行動的 因為夜行動物館裡面 就是燈光比較昏暗一點 那這時候女生就是可以 假裝很害怕 就以為在男生旁邊 就是害羞 我的作用就是 愛心變當 就可能 因為這時候也是中餐時間了嘛 走一走也都累了 我們就可以找一個 樹蔭下面坐下來 然後我就會拿給他我的愛情便當 等一下 這你的愛情便當 這有什麼特別 我昨天晚上坐超久 吃不飽啊 他就在吃 吃不飽 吃不飽吃得很飽 他生氣了 哎唷 好可愛哦 還有臉耶 吃三角壽司 然後他的是笑臉 然後上面頭髮是起司 等一下 我們來徵求可樂來 可樂朱烈 來試吃一下 好 好 好 頭髮 全散了 手藝如何 好吃嗎 我夾以後 什麼好吃 好不好 太 不好吃 不好吃 什麼態度 不好吃 不好吃 不是 有吃 不是 因為剛剛有放冰箱 納豆吃起來感覺怎麼樣 它不準 吃一下好看一點 怎麼樣 好男人 怎麼了 怎麼了 好男人 犯團難吃到連納豆都要不知倒地了 小波你還是趕快把它收起來吧 不然應該沒有男生敢跟你約會哦 接下來就要去小巨蛋溜冰 因為現在天氣也都很熱 所以可以去那邊消消暑 那就是在那邊就是 很特別就是可以溜冰刀 OK 好 所以這時候的作用就是貼心度的測試 就是那時候可能我就會很冷 因為我才穿這樣而已 我就說好冷怎麼辦 還是我們回家 然後就看他會不會 他會說給你回家哦 沒有 就那時候就把他拿 哪裡會的 把他推倒 然後黏在這個 拔不起來 拔不起來 然後就看他會不會給我外套穿 或者是就是 還是教我溜冰啊 然後或者叫我旁邊休息 接下來六點半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去內湖附近的 很有建築風格的餐廳 那這家餐廳叫做 無腳船板 無腳船板 很特別的是他外面很像寄居蟹 然後很像霍兒的移動城堡 了解 好 那接下來就要去 接下來八點半到十點半 就要去打擊練習場 他裡面 因為我覺得男生都很樂中在棒球 所以我可以陪他去那邊打 選在打擊練習場 其實也有一個小作用 就是他 我如果不會揮棒的話 可以叫他就是教我 然後接下來 這可以去摩天輪廣場 就是在美麗華五樓 因為現在晚上是十點半 也滿晚的 是沒有人 就沒有人會跟你搶著摩天輪排隊 所以你可以選一個透明的車廂 那在這透明車廂可以就是 說真心話 然後也可以告白 我就可以跟他說 今天玩一整天我還滿開心的 那我也那麼久沒有玩那麼開心 那希望下次還有機會 可以跟你出來玩 就是這樣 而且其實我覺得 如果我真的很喜歡那男生的話 我會在摩天輪上面 我的天啊 這樣有透明嗎 對 這個就是要有透明 願會招數超瞎 這樣做真的OK嗎 他說 塗抹看穿你的心 塗抹 他是從我背開始的時候 就覺得他對我有失誤 在車上耶 在車上怎麼可能塗你背啊 出去玩會穿比較爆 那你比較爆哦 穿比較爆 接下來的心機來了 甜蜜消暑公司 你們沒 而且其實我覺得 如果我真的很喜歡那男生的話 我會在摩天輪上面偷情他一下 我的天啊 對嘛 對,這個就是要有爆點嘛 對,要接住 對啊 還說今天玩得不錯 下次再一起出來玩 這個 很奇怪 很弱 好,到底這個小波的行程 如何請大家按圈叉 喜歡嗎 小波坑坑巴巴介紹完 所有男大生幾乎都中招了 謝謝小波 接下來要歡迎我們的大元 好 今天我的行程就是 花海極限之旅 為什麼極限呢 為什麼 等一下就知道了 早上9點30呢 我們先到台北火車站集合 然後呢,在坐火車 就要坐火車到下一個定點 但是在坐火車的當中呢 就會在車上聊天啊 然後什麼 就會就聊一聊 然後呢,我就會 有一個小心機 叫做 然後在車上的時候呢 聊一聊 我就會突然拿出 我預設 先拿 這叫什麼 防曬油 我先 對,要拿防曬油出來 因為呢,我就會跟男生說呢 雖然男生平常不注重皮膚 但是我們今天一整天 可能都會曬到太陽 所以呢 我可能就要幫你擦個防曬油 好,但是這時呢 擦完之後 我就要請 他幫我擦 我要請一個男大生幫我擦 對啊 選一個選一個 大元 我們幫你選 阿用啊 許 對,先擦 好,聽 這時候就是我心機的作用 塗抹看穿你的心 就是呢 要看他就是塗我哪個部分 如果他塗我手的話 就代表他沒有任何 對我來 對我沒有任何的拘心 對 對,就看穿他到底對我有什麼感覺 如果他是塗我 從我背開始的話 就覺得他對我有邪念 在車上耶 在車上怎麼可能塗你背啊 天啊 你真的只會塗手而已 直接塗臉 沒有啊,其實 在車上先塗我肩膀之類的 可是你有穿衣服啊 沒有,我出去玩會穿比較爆 比較爆 穿比較爆 真的很棒 拜託大元 你這樣做 倒像是有引誘犯罪的嫌疑吧 那測試得出什麼啊 卻你還是要好好保護自己啦 好,再來,接下來呢 我就會到下一個定點 叫做大西歐式餐廳 這個餐廳是全台就是票選的 十大 十大餐廳之一 對,然後呢 它是廢棄的藝術餐廳 之前是廢棄的那個藝術館 改建的 所以裡面有非常多就是 那個什麼藝術 剩下的藝術品 這時候又有下一個心機 叫做卡片時間 這時候呢,我會呢 就是假裝要去上個廁所 然後留給他一張卡片 一張小紙條這樣子 為什麼不用卡片呢 是因為女生嘛 就是用卡片有點太正式 所以我就用寫一張小紙條 然後要請就是留下來 然後假裝去上廁所 然後這時候他就要打開啦 打開裡面不知道是什麼 是從這邊,現在看到了 對,他要貼我的照片 開啟 然後就打開,上面就有寫字 謝謝你今天陪我 平常都... 都市 都市太久了 平常都騎摩托車 都市太久了 都市太久了 也要放鬆一下吧 享受清晰 對,這時候他看完卡片了 就會覺得我就是很貼心 大元,什麼叫享受清晰啊 清晰啊 清晰啊 接下來就知道了 下一個行程 又哭 下一個行程 他就會覺得我很貼心 然後展現我女孩子的嬌修 下一個行程就是到大溪花海 這就是那個卡片上面的梗 就是呢 就是那邊就是很多花...